校长好 主持人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校长一开始先把你个人教育背景介绍一下 我叫联信仲 我之前是技职体系专科生毕业 服役完之后觉得在产业界工作 寻找的不是那么顺利 后来觉得读书是我们翻身的一个机会 后来我就去进修大学 考上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毕业以后到产业界有服务了一小段时间 又觉得人生需要做一个全盘式的学习跟规划 所以我就进修中央大学的硕博士 在国立中央大学拿到博士学位 谢谢 校长到南亚之后 你提出所谓的教学目标是 一臂二语三讲然后试证 具体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臂二语三讲试证 其实是发自我在技职体系求学过程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学生其实都有启蒙 都会规划自己的将来 我对于学校如果没有给学生具体的学习方向跟目标 我个人是很在意的 因为求学的过程让我的阴影 所以我觉得办学要有良心 办学要有目标 所以我来南亚之后就跟同学们讲 除了学业学习成绩还有毕业证书之外 同学们应该要有一个核心的教育基本功 所以我想落实学生的学习核心能力 所以提出了一臂二语三讲试证 一臂在通试教育 我们希望学生学习到职场的礼仪跟沟通表达 以基本素养 二语同学在职场上的中英文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跟书写能力是我们注重的 所以求学期间我要求中文老师英文老师 在这方面要特别加强 三讲同学学到三年级的时候 我希望把他的专业整合 应用在专题制作上 希望他的专题制作可以参加校外比赛 可以申请国家专利 试证一年考取一张国家征兆 四年考取四张国家征兆 所以在一臂二语三讲试证 我相信学生毕业后 不管在产业界或个人领域上 都会有杰出的成就表现 所以这样讲就是帮学生先立定目标 是的 也是先把他的学习路程的基本功做好 每个学生或许还有其他 想要发展的学习技能 但是学校的基本功 一臂二语三讲试证 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好接下来学校推动的十大特色中心 跟我们讲一下一开始的起心动念 以及现在推动的情况 学校的十大特色中心是这样子 我一开始觉得说 每个学校都有 每个学校的文化跟差异 我盘点了南亚的特色 我也觉得每个系都要有特色 所以以办学的理念而言 我觉得要落实学先的学习目标 跟学习核心 必须找出一个核心方向 所以我提出了十大特色 在一臂二语三讲试证为前提之下 我们去发挥学校各系所的特色 教学上的特色 来产生的十大特色 我简单来说明 第一个特色当然就是 一臂二语三讲试证 刚刚已经说明过了 第二个特色是我们幼保系的 幼保人才培育基地 我们南亚现在承办 桃园市政府五个托婴跟幼儿园中心 我们学校目前办了两个幼儿园 及两个托婴中心 以及一个亲子馆 我们为桃园市政府300个家庭 来安心抚养这些小朋友 让我们这些家长可以安心就业 为台湾的经济默默贡献 除了这个之外 这五个幼保机构 幼儿园跟托婴中心 我们的学生还可以去那边实习 毕业以后 大部分人也去这五个幼保机构来就业 所以对于我们学生而言 也是一个产业上的进入跟帮忙 同时我们更协助利用我们的老师的专业 来指导这五个幼儿园 把幼保机构办好 特色三跟特色四 是我们学校一个很不一样的特色 它不仅是对ROTC的学生 对一般生都注意莫大 在现在的产业界不管是在无人机 跟AI都应用非常管 因此我们跟智态科技合作 智态科技赠送我们300套AI软体 也培训了我们学校49位的总指教师 我们学校更把课程来做资源整合 配合电脑软体应用 人工智慧 以及论文选读语撰写 我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不要写作业 把它利用智态科技的AI软体 所研发的成果 写成小论文当作作业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做的 跟其他学校很不一样 而且我们整合了三四门课程 来落实这个结果 也很高兴我们的学生 在去年有33篇 AI小论文的发表 另外我觉得除了AI之外 它是一个软体 但是硬体如何能结合 像乌二战争 我们看到的是无人机 如果AI跟无人机结合 那对我们的学校 对学生的将来 对国家的国防 都有莫大的注意 所以我们也成立了 桃园地区唯一的 无人机国家考场 那这个考场的成立之后 我也要求我们的同仁 要训练我们的学生 会拆解组装无人机 这是硬体的基本技术 接下来当然就是操作的技术 第三个 我们希望它将来可以把 我们刚刚交给他的AI的技术观念 可以应用到无人机 那我相信我们学生 在结合AI无人机 那一定会是一片藏虹 会跟别人做出更不一样的特色 另外我还有几个系科的特色 包括室内设计的教育人才培育中心 原本室内设计的课程 它是在课堂课 我觉得应该要走出去 要走到产业去 要去做情境学习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老师 不要在课堂上课 把室内设计的课 真的做到室内设计装潢 所以我们学校这几次 规划特色教学中心 都请我们室内设计系的老师 跟学生团队去实际设计制作 所以一开始 老师带着学生团队 对这个特色中心进行设计规划 并事后进行教学之后 开始在我们的木工教室 从动手做 施工 制作 组装 都完成 这几乎就是一个室内设计系 所需要的 设计 施作 到完工 都全程的参与 不仅如此 我们更把室内设计系 这一些设计团队 拉到我们的原民部落 我们另外一个特色是 原民 创生与关怀 我们从109年 做到现在已经5年了 我们为部落设计文化商品 我们为部落设计护兰 我们更为他的弱势的老人 蜻蜓部落设计一个日照画竹园 那是一个花圃 让老人可以在那边 种种菜 种种花 来享受田园生活 来疗愈他的身心 那这些师作 除了为原民的创生与关怀做以外 我们的学生室内设计团队 师生去那边帮他们组装设计 那这样子一举两得 为了原民的创生与关怀 我们做到了 同学们学到了 实作设计的能力 另外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特色是 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 弱势生 我觉得弱势生 应该比别人多一点关怀 所以我要我们的 资源中心的老师 除了做教育部规定的 辅导与规范之外 我希望来落实 提升我们 落实生的就业率 因此 我把刚刚的 一壁二语三讲市政 落实到 资源生的 直来辅导中心 我跟我们的资源老师说 我们帮助学生 拉他一把 让他就业率可以提高 那首先开始 资源生自信性不足 所以借由 一壁二语三讲市政 我们资源生去年 参加了一些校外比赛 拿了很多奖牌 来强化 增加他的自信心 原来他也可以跟别人一样 拿到校外竞赛的奖状 同时 我们也辅导 要考取一些专业证照 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跟一般学校的 资源教室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希望把他当一般生看 我们希望他 有一般生的专业技能 虽然他学习 有点落后 有点 比较不一样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做得到 所以根据劳动部的调查结果 劳动部每三年做一次 资源生的就业率调查 109年度是目前最新的 因为他三年做一次 我们学校的就业率 比劳动部平均值 高出了将近8.9个百分点 这就是我们的成效 这就是我们对资源生 所尽的一份心力 当然我们另外一个特色 国防部 ROTC 这一块刚刚已经也有说明了 我们跟其他学校最主要希望做到的是 差异化 这一点 大概就是我们的十大特色里面 最主要的几个部分 以上说明 谢谢 好 校长 接下来讲一下我们这个 少子化的一个趋势 那学校有什么应变的一个策略 好 少子化是不可免的趋势 全国学校的注册率 都在逐年衰减 南亚这几年连续两年 注册率都提升 新生入学人数也都增加 这是唯一少数几个学校做得到的 那我们之以 所以做得到 我想大概也是因为我们落实教育部 所讲的技职特色 落实我们的十大特色办学方式 那其中最主要 第一个当然就是国防部的ROTC 教育中心 那这一个制度啊 跟其他技职教育差别在哪边 第一个 这个制度我们比照公费生的模式来办 让同学读本校的ROTC的时候 学杂费全免 每个月几乎都有 一万二以上的生活费可以领取 减少他家庭的经济负担 毕业以后他的含家级 那几乎大部分的学生都可以领到六万块 这一笔薪水是很吓人的 所以我们为学生从大学四年没有经济负担 到毕业以后起薪大部分都六万块 何况这些学生实意住行 国家大部分都有补助 这六万块他可以存下一笔 为数不少的金额 在他五年期满之后 他可以选择继续流营 或到业界来就业 如果他选择到业界就业 刚刚的一笔二与三讲试证 让他不会跟产业脱节 如果他愿意继续流营 再做15年 他42岁就可以领月退风 所以这一块给学生的生涯规划 跟随大学校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做到全国最好最优 我们更得到了今年度兵役节 国防部跟内政部 两部的双肯定 对我们的ROTC跟兵役绩效 得到了最高的成就 另外一个 南亚目前没有遭受外籍生 但今年开始我们要申请外籍生 所以相信未来几年 南亚的学生人数应该还会大幅成长 最后当然就是我们今年 还会跟游戏协会 办理国际游戏协会的研讨会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也能走出去 把他们的作品参加国际竞赛 让我们的论文也可以发表 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这就是我对目前学校少子化 未来的走向的一个 初步的规划与想法 谢谢 好 谢谢校长 好 谢谢大家